大家都知道金圈大佬谢衡 有个捧在手心上的小姑娘 小姑娘娇生惯养 刁蛮娇横 就连我们的婚礼上 那女孩也是一袭酷似婚纱的裙子 衬得我像个小丑 直到我和我母家把谢衡搞破产 那小姑娘这才卑躬屈膝地求我原谅她 而我却冷笑道 你不是之前嫉妒我 想自己当谢衡的新娘吗 那就祝你们在监狱里天长地久吧 娃娃WiFi提醒 好看的全文又来咯 报复报美的宝子们 能能敬你们的金手指 戳个小赞赞呢 感谢支持 下面正文开始 就在我穿着婚纱进场的时候 我看到了站在二楼小洋台的女孩 她穿着和我没什么区别的白色婚纱 眼里含泪的看着台下我的未婚夫谢衡 而谢衡也抬头看着她 衬得我这个正牌新娘像个小丑 挽着我的父亲捏紧拳头 却被我一把按下去 周围人的讨论声声声入耳 那个女孩是谁啊 参加婚礼穿得和新娘一样 有没有教养 坐在她身边的女生一把拉住她 低声道 那是谢衡养在身边18年的养女 和谢衡感情可好了 谁不知道她存了什么心思 只不过谢老太太看不惯她 硬逼着谢衡选了沈玉书当儿媳 终于在谢老太太的逼势下 谢衡不情不愿地收回视线 而穿着婚纱 站在小阳台的女孩也被人拉下来 硬是扒下婚纱 换了衣服等候在谢衡身边 我微笑着挽着父亲上前 端庄的样子一看就符合谢老太太 对大家闺秀的要求 而我也当着那女孩的面 让谢衡给我戴上戒指 之后又在牧师的见证下宣誓 我能看到那女孩的眼圈越来越红 而谢衡的表情也不好看 我冷眼旁观 眼里闪过一丝讽刺 心疼她是吧 那老娘就在把你们恶心一把 就在那女孩破功的前一秒 我一把拽住女孩的手 脸上是热络的笑容 你就是谢元是吗 从今天开始 我就是你妈了 台下人的表情据事一正 随后都忍不住笑出了声 我带着端庄的笑容 慈祥的看着女孩 都说女儿是爸爸上辈子的情人 这一点在你们身上 一点都没说错呀 说完 我脸上依旧是热络的笑容 而那女孩就像被当众扒光了衣服 藏在心底里 最隐蔽心事被我掀了得干净 在众人看着热闹的眼神下 羞愤欲死被跑了出去 而站在一边的谢衡 被我死死拽住 我脸上的笑容不减 老公 为了谢家和沈家的合作 我劝你还是接着和我去敬酒吧 说完 我看着谢衡狠狠瞪了我一眼 似乎是强忍着怒火 却硬是按捺着脾气和我一起同行 婚礼完美结束 这也预示着沈家和谢家的合作 更上一层楼 谢衡在婚礼后 忙着和沈家海外的合作 没时间去平衡新老婆和小姑娘之间的关系 只能辛苦我自己上手 因此我坐车去谢衡自家别墅的时候 远远就看到 我的行李被扔在花园的草地上 而那女孩一副女主人的样子 一脸高傲地站在门口等我来 我在沈家 当即就表示拳头痒了 我却一把把她按下去 下车低头捡起 躺在那女孩脚下的祖母驴项链 随后直起身子 似笑非笑地看向那女孩 你知道这条项链值多少钱吗 那女孩仰了仰头 冷笑道 穷鬼才带的东西 我才不稀罕 我梳妆台上多的是 都是叔叔给我买的 要我赏你几条吗 话音刚落 我给了身后人一个眼神 沈家的庸人心领神会 走上前就狠狠扇了那女孩一耳光 那女孩捂着脸 难以置信地看着我 庸人冷笑一声 什么东西 敢这么和我们小姐说话 说完 在我的眼神试一下 那仆人按住挣扎的女孩 把她压在我脚下 我一只手抬起她的下巴 仔细打亮了一下 她那娇养大的小脸 随后又狠狠扇了她两耳光 卸横住的是连排别墅 两家之间的距离并不很远 我两巴掌下去 清脆的声音 把周围的邻居都引出来了 看着那女孩屈辱的样子 我轻笑出声 我管你是什么东西 我沈玉书牙字必爆 敢让我不痛快 那你也别想好过 我一脚踩在女孩伸出的手上 尖锐的鞋跟 狠狠扎在她保养得当的指节 谢元 我知道你是谢衡 养在身边十几年的人 但是我警告你 注意你自己的身份 谢家只能有一个女主人 你有本事让谢衡娶你 没本事的话 就老老实实待在我手下 收起你那些小心思 不然我见一次打你一次 打到你长记性为止 说完 谢元还想骂我 我又干脆利落地甩了她两巴掌 成功让她满嘴是血的闭了嘴 在隔壁观望的人像是实在忍不住了 一路小跑到我身边 一把攥住我高高扬起的手 沈玉书你别太过分了 圆圆她还是个孩子 听到这句话 我的手拐了个弯 成功扇在来的人脸上 看着那人的同款无脸姿势 我挑眉冷笑道 顾少爷 我劝你闲事少管 谢元今年已经成年了 你想和她玩过家家 那是你们之间的事情 而我才是谢家的女主人 我教训不孝女这种家事 关你屁事 看着顾少爷越来越红的脸 我一句话让她彻底闭嘴 我母家沈家 刚收购了顾市30%的股份 现在算是顾市的大股东 如果你不想惹闹我的话 就赶紧滚 说完 我给了沈家庸人一个眼神 庸人心领神会 拽着谢元的头发 跟拖垃圾似的 把她拖进别墅里 谢元被谢衡之间 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但是谢衡却是真的 把谢衡捧在手心里养大 就连谢衡的卧室 都在谢衡旁边 据谢家的庸人说 是谢大小姐晚上总做噩梦 两个人住得近的话 方便谢总去哄大小姐睡觉 我当即冷笑出声 谢家的庸人知道 我不是个省油的灯 都缩着脑袋看向我 我嘶笑非笑道 所以我这个谢夫人 倒像是个多余的了 我难道也是他们play中的一环 说完 谢家管家马上知道了 我是什么意思 转头就吩咐庸人 把大小姐的东西搬到楼下去 我看着东西 一件一件的被送到楼下的卧室 脸上的神情冷淡至极 我不会去管谢恒和谢源之前的事情 但是要是谢源敢没有自知之明的 来我这里乱蹦打 那就别怪我扇他 毕竟现在谢家和沈家的合作 正紧锣密鼓地开展着 没人敢动我 好像是知道了 自己的小姑娘被为难 谢恒当天晚上就回了家 餐桌上 我身穿一套浅绿色旗袍 肩上搭着简单的披肩 一副大家闺秀的做派 微笑着给谢恒盛汤 端到谢恒手边的时候 谢恒看了我一眼 冷笑一声 随后一胳膊把汤扬了 滚烫的汤水飞溅 有几滴甩在我手上 我的手背瞬间就红了 坐在对面的谢源 眼里闪过一丝快意 脸上却是楚楚可怜的神色 谢恒冷笑道 现在知道疼了 那今天上午打圆圆的时候 你就不知道圆圆疼 沈一叔 我是不是给你脸了 坐在一边的谢源站起来 楚楚可怜的劝架 叔叔 都是我的错 你们不要吵架了 而我却慢慢直起身子 脸上公良贤淑的表情 荡然无存 我定定的看着谢恒 随后干脆利落的 一巴掌呼在他脸上 谢恒 这句话原封不动的还给你 敢这么和我说话 老娘是不是给你脸了 话音落下的时候 谢恒的脸上 也被印上了纸印 因为我是用戴着戒指的 那只手打的他 因此还把他脸刮破了 谢源尖叫一声 飞奔到谢恒身边 轻轻用手指 碰了碰谢恒的脸 说话的声音 都带着点哭腔 叔叔 你没事吧 我定定的看着 抱在一起的两人 随后冷笑一声 抄起桌上的餐盘 就摔在地上 餐盘砸在地上 瞬间四分五裂 飞溅起的碎片 好巧不巧 绷到了谢源的眼皮上 谢源尖叫一声 捂住了眼镜 一边的沈家的庸人 帮我挡住了愤怒到 想要进攻我的谢恒 我微笑着 捡起一块 撕散在地上的碎瓷片 走向谢源 谢恒知道我想干什么 却正脱不开 人高马大的徒人 愤怒地对我吼道 沈玉叔 你敢 我却充耳不闻 给了站在我身边的 庸人一个眼色 庸人心领神会 随后快步走上前 掐住谢源的手 就像铁钳一样 正脱不开 另一只手拿着碎瓷片 干脆利落的就是两下子 谢源那张小脸 瞬间开了花 谢源捂住脸尖叫一声 连连后退 而我暴毙站在桌前 笑着端起 放在身边的红酒 心情很好地 对着谢恒举杯 看着谢恒气氛到扭曲的脸 我微笑道 谢恒 如果你有本事 试了什么东西 还敢给我下脸子 说完 我拍了拍身上的旗袍 优雅起身 这次就当是你的小姑娘 对我出言不逊的代价 下一次要是还敢这样 我不介意让她变成 瞎子或者笼子 说完 我微笑着对着谢恒点头 随后带着庸人 转身离开了 就在我和谢恒吵架的时候 沈家的庸人 提前给谢家老宅的人打电话 说我被谢人大小姐 给了好大一个下马威 就连谢恒也胳膊肘往外拐 帮着谢源欺负我 沈家和谢家的合作 才刚刚起步 谢老太太害怕我回娘家告状 马上派车来谢家接我 因此等我给谢恒放完狠话之后 谢家大宅派来的专车 已经停在大门口 我带着从沈家来的庸人 头也不会递上车 当天晚上 谢家老太太费尽力气 安慰完我之后 随后就怒气冲冲的 要去谢恒那里收拾谢源 我就摆出一副贤妻良母 说谢源不过是小姑娘脾气 没必要计较 谢老太太被我的生命大意感动 当即就给了我不少 他收藏的珠宝 我就这样在谢家老宅住了十几天 直到谢恒在和沈家合作的时候 哥哥无意中提起我 饱含深意地问我现在在哪里 谢恒这才不情不愿地去 老宅请我回家 我和谢恒在谢老太太面前 做足了戏 这才手拉手上了车 回到别墅 客厅的布置陈设 早被管家换成了我喜欢的样式 中式的木制家具 代替了原先的欧式沙发 看上去古朴又大气 我脱下罩在旗袍外的大衣 我一笑着问道 怎么不见谢小姐 谢恒还未开口 站在一边的管家就殷勤道 谢小姐说怕扰了您的亲近 自个儿搬去逃公馆了 我挑眉搬出去了 管家看到我表情莫测 刚想说什么 就被我扬手打断 都是一家人 只要他不招惹我 这别说还是勉强能给他一间房 他搬出去 倒像是先生养在外面的小情妇 见不得光似的 说完 站在一边的谢恒 脸色瞬间变得难看起来 皱着眉警告我 沈玉书 我再说一遍 我和圆圆只是收养关系 我挑眉 随后轻笑出声 你不搞这些小动作 我还能相信你 和他清清白白 关键是 这陶公馆外号二奶聚集地 很难不让我多想啊 说完 我捂着嘴吃笑道 可怜谢恒一个清白姑娘 以后在京城的名声可就臭了 以后嫁人也不好嫁了呢 说完 我看到谢恒的脸上 是被揭穿的难堪 如果说谢恒是个小屁孩的话 那我和谢恒 就是酒精沙场的老狐狸 谁不知道 谁心里在想什么 谢恒把谢恒安排到 陶公馆的意思 我都懒得深究 光想都觉得恶心 周围的人不说什么 不过是碍于谢恒的身份和淫威 但我不一样 我连他脸都敢删 更别说骂他了 接下来的时间 我嘴角带着讽刺的微笑 手下的动作不停 把谢家别墅翻了个底朝天 谢家别墅的账本 和庸人的底细 也被我看得清清楚楚 等到谢恒回家的时候 谢家上下都被我这个正牌太太 整治的服服帖帖 庸人们都低下头恭敬的听我吩咐 谢恒也好像是听了谢恒的劝告 回家的时候安安愤愤的 少了好多幺蛾子 谢恒本身学习成绩不算好 谢恒为了谢恒 当年花了大价钱 把谢恒送去学艺术 又让中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终于把谢恒送去国内一流的大学读设计 谢恒今年大四毕业 为了养他脸上被我划破的伤口 干脆留在家里完成毕业设计 在餐桌上 谢恒给谢恒撒娇 说毕业设计太难 做起来可费力气了 谢恒也很是配合 马上柔声安慰起谢缘来 甚至还许下承诺 说等谢缘完成毕业设计 他就带着谢缘去北欧玩 我听着他们轻轻我我 脸上憋着笑 实在忍不住了才轻笑出声 谢缘敏感地感受到了 马上面色不善地看向我 好了伤疤忘了痛似地瞪我 你笑什么 你是在嘲笑我学习不好吗 这可是精华美认的闭设 你考得上吗你嘲笑我 话音刚落 我脸上的笑容渐深 却笑而不语 谢恒脸上闪过一丝尴尬 刚想说什么 就被站在我身边的 沈家庸人面带 讽刺笑容的打断 我们小姐也是名校毕业 学历可不含一点水分 别因为自己不行 就以你那小人之心夺 君子之父 愚蠢至极 我不着痕迹地看了一眼谢恒 随后痴笑着转移视线 按道理来说 沈家的后辈 都在国外某所知名大学完成学业 无一人例外 京城上层阶级 人尽皆知 但是谢恒却对此一无所知 那就是谢恒在中间做鬼 按照谢恒的独占欲 只有一种可能 谢恒人为切断了谢恒对外界的联系 让谢恒心甘情愿地成为他的兔丝子 都是千年的狐狸了 谁不知道谢恒那点扭曲的心思 不过知道是知道 恶心也是真恶心 谢恒看到我看他跟看垃圾似的眼神 马上不自在起来 六 谢恒本以为他挑衅我会被我惩罚 一直心惊胆战地等到晚上 却看见我换了一身小礼服 带着庸人准备赴宴 他还没来得及松下一口气 就被我吩咐庸人的话吸引住 今天晚上陆家少爷要来 记得好好把晚点介绍给他 话音刚落 谢袁就从沙发上弹起来 一把抓住我的手腕 脸上是焦急的神色 你说什么 陆家少爷 我不仅不慢地抬头看向他慌张的脸 似笑非笑 对呀 陆家太太最近要给他儿子选为婚妻 可看好我的侄女了 谢袁文言瞪大了眼睛 刚想反驳就被庸人强硬地拦开 小姐 你的脸还没好 出去也是丢了谢家的人 为了谢家的面子 你还是老实待在家里养伤吧 说完 我不顾谢袁的呼声 带着庸人坐上豪车就走了 原先谢袁还有点少女心事 对谢衡还抱有几分期待 为了他的谢叔叔 他心甘情愿地忤逆谢老太太 拒绝了谢老太太为他做媒的好意 甚至还讽刺谢老太太 说他没本事看不住自己儿子 才想着从他下手破坏他们之间的感情 气得谢老太太当场心梗 指着谢袁的鼻子骂他不是好歹 当时这件事闹得上层阶级人尽皆知 就连远在国外的小叔也来八卦 谢老太太看出谢袁绝非善类 谢家以后要是真让谢袁当夫人迟早破产 因此趁着和沈家合作 干脆利落地点了我当儿媳 这下谢袁彻底成了全京城的笑话 京城里有点底蕴的家族 都不会要一个和养父纠缠不亲的养女 有的少爷甚至开玩笑说道 让我娶谢袁 那不是明晃晃给我戴着帽子吗 眼看着周围的姐妹们一个个都找到了夏家 而自己却因为谢衡的刻意保护 甚至连豪门少爷都认不得几个的时候 谢袁彻底慌了 他甘愿放下身段 主动去接近陆家少爷 陆家少爷也不是什么好人 来者不拒 两个人你来我往 竟然野生米煮成熟饭 让谢袁大了肚子 我坐在豪车上 看着谢袁追出门 他焦急的样子让我心情愤外愉悦 陆家少爷对谢袁不过是玩玩而已 根本没动把他娶回家的心思 因此陆夫人提出找未婚妻的时候 陆少爷早把他和谢人之间的山盟喊事 望得一干二净 打得爽快极了 豪车很快来到陆家 在陆夫人的热情招待下 我微笑着下车 站在门口和陆夫人寒暄 毕竟我现在是豪门谢氏的长席 杨家还是最近风头无两的审视 更别说还有当众长官杨女的壮举 现代京城的太太们都敬我三分 陆夫人看上我的侄女 说话的语气都带着小心翼翼的讨好 我也很是爽快 当场就答应下来 就等着小辈点头承认下来 看着陆夫人欣喜若狂的样子 我的嘴角微微翘起 眼里滑过一丝讽刺的笑容 你儿子今年28岁了却一事无成 还搞大了别的女人的肚子不负责 我侄女神婉21岁 在欧洲创业当老板混得风生水起 就你们陆家也配 虽然是这么想的 我脸上热络的笑容却不停 拉着陆夫人的手笑道 姐姐别着急 晚免的飞机晚点 估计半个小时之后就来酒会了 到时候两个孩子好好见了面 也当培养感情了 说完 我又说了两句 沈婉最近在欧洲公司的业绩 成功又让陆夫人满意了不止一点 又寒暄了一阵子之后 沈家的庸人走上前 在我耳边低于两句 我的眼里泛起笑意 随后抬头对陆夫人笑道 说曹操曹操道 晚点这不就来了吗 说完 陆家大门口就出现了个风风火火的身影 是沈婉穿着酒红色的礼服 意气风发的出现在我们面前 看到未来的媳妇这么干练 陆夫人满意的不得了 连连赞叹 陆家这辈唯一一个少爷还是个败家子 要是有这么一个有能力的儿媳 那陆家前途无忧 我和沈婉对视 沈婉的桃花眼弯了弯 给我使了个一切顺利的眼神 我心领神会 微笑着转向陆夫人 陆太太晚点现在到了 不如让两个孩子见个面吧 陆夫人笑着点点头 马上拉着沈婉就往里走 我的余光看向陆家大门口 终于看到了我想看到的东西 是谢家的另一辆号车 如果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专门接送谢人的车 我侧身微微挡住陆夫人的视线 随后笑着和她接着交谈起来 沈婉在商场上摸爬滚打几年 忽悠起陆小少爷简直是洒洒水 十分钟下来 陆少爷就从不耐烦变得喜笑颜开 因此在谢人冲进宴会厅的时候 看到的就是陆少爷和沈婉相谈甚欢的样子 谢人在谢衡的保护下 这种应酬性质的酒会就没参加过几次 大多数人都只知道谢人的名字 没见过他的脸 谢人冲到陆少爷身边一把把沈婉推开 一巴掌伸在陆少爷脸上 谢人指着陆少爷破口大骂 陆景文你这个畜生 你不是说好要娶我的吗 我现在有了你的孩子 你却在这里和别的女人聊骚 说完周围的人齐齐倒吸一口凉气 陆夫人也听到谢人说了什么 但是看到站在一边的沈婉 马上斥责身后的保镖 你们是死人吗还傻站在这 赶紧把这个疯女人赶出去 两名保镖连忙上前 刚抓住谢人的手就被谢人一把挥开 挣扎间谢人大叫道 我是谢家的大小姐 我看谁敢动我 保镖的动作瞬间停止 看向陆夫人等待下一步指令 陆夫人也惊魂未定 疑惑地看向我 我走上前去 看到了谢人蓬乱长发后的那张脸 接下来就很戏剧性了 我惊叫一声 谢人 我不是让你在家里好好待着吗 谢人眼神里带着恨意 对着我吼道 你让我老是在家带着 就是为了让你侄女嫁进豪门是吧 我告诉你 没门 我已经怀了陆景文的孩子 陆家要对我负责 说完 我马上一巴掌扇在她脸上 回头给背后的助理一个眼神 助理心领神会 当即上前就把谢人嘴堵上了 我微笑着给周围人道歉 实在不好意思 圆圆最近精神不太正常 老是说胡话 今天一不小心让她跑出来了 她说什么 大家别放在心上啊 说完 我给陆夫人道歉 表示要提前带着谢人回家 陆夫人脸色铁青 却没说什么 因为刚才在混乱中 她看了儿子一眼 之而莫若母 看到自家儿子一脸做贼心虚的样子 她就知道谢人说的不是假的 自己儿子尚未婚娶 自己就要当奶奶了 关键她儿子招惹谁不好 专门招惹京城大佬的女人 我带着谢人回家的路上 专门让心腹给谢老太太打了电话 说明了谢人现在的情况 谢老太太听到之后 一口气没提上来 差点晕过去 缓过境之后连连吩咐 我要看好谢人 她这就过去 回到谢家别墅 谢人被仆人粗暴地扔到地上 她护着肚子尖叫道 没眼色的东西 我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你负得起责任吗 话音刚落 站在她身边的仆人 就披头盖脸给了她两耳光 我坐在客厅的沙发上 端起茶盏浅瘦一口 笑道 你不会真的以为 你那个肚子有多值钱吧 谢人昂着头还想说什么 却被我打断 陆夫人刚才给我打来电话 说希望你能把孩子打掉 陆少爷尚未婚娶 不能有私生子 谢人瞪大眼睛 反问道 那陆夫人 为什么不想让我嫁进陆家 说着 谢人手忙脚乱地爬上前 我是谢家养在身边 十几年的大小姐 比沈腕身份尊贵多了 谢家在京城全是滔天 和陆家连姻是陆家三生有幸 她还想说什么 却被我脸上讽刺地微笑逼退 站在我身后的庸人冷笑一声 上下打亮了她一番 你听不懂夫人在说什么吗 意思就是 陆夫人看不上你 不想让你当儿媳呗 谢人睁大眼睛 一副难以置信的样子 而我却觉得不够 微笑着接着补刀 沈腕和你同岁 在留学时期创业当老板 现在身价过异 而你在京城 和你的养父纠缠不亲 大学毕个业都难 你们之间的差距 是个人都能看出来 你却问我 为什么陆夫人 不愿意让你当儿媳 说完 我一脚踢开谢源 优雅的拍拍身上 并不存在的灰尘 笑着对站在门口 气势汹汹的谢老太太道 母亲来了 那谢源就交给您了 媳妇先上楼看看账本 谢老太太点点头 随后目光不善地 看向倒在地上的谢源 当天晚上 我都没下楼 留在楼下的庸人 上午起床的时候 向我禀报 谢老太太准备 带着谢源去打胎 等到孩子没了之后 就把谢源送去精神病院 以后可能都不会 回谢家别墅了 至于谢衡 老太太亲自去说 我点点头 随口问道 哥哥那边准备得怎么样了 现在还好吗 说完 庸人抬头和我对视 我微笑着看向他 他点点头 谨慎道 请您放心 沈总说他那边已经准备好 随时都可以动手 江家最近在京城风头正盛 谢老太太为了不得罪人 对谢源下了死守 这边谢源刚打了胎 就马上以狂躁症为借口 被送去精神病院 直到远在海城出差的谢衡 接到消息的时候 谢源早已办好手续入院 沈婉还不容易回国一趟 和我正在客厅喝茶的时候 谢衡就破门而入 直奔我而来 他站在我对面 质问我 沈一叔 圆圆在哪 我端着茶盏 不耐烦地抬起眼睛 不是给你在电话上说了吗 被你妈送去疯人院了 说完 桌上的茶壶 就被谢衡怒不可遏地摔在地上 茶壶里滚烫的茶水洒一地 沈婉把我拦在身后 一脸戒备地看着他 谢总 这是谢老夫人的所作所为 请你不要迁怒他人 是谢小姐和陆少爷苟且在先 你现在朝我姑姑发什么颠 谢衡正了一下 看他还没反应过来 沈婉马马上补充道 姑父你难道不知道吗 谢衡是因为怀了陆少爷的孩子 还妄想着嫁进陆家 才被你妈赶尽杀绝的 说着 我看到谢衡脸上难以置信的神色 我讽刺一笑 这个自大的男人 不会真的以为自己的魅力震天汗地 能让谢衡和他玩一辈子的养父闻学吧 我端起桌上的茶盏 笑着喝了一口茶 随后就看到谢衡转身 亮亮呛呛地往外走 管家看到谢衡失魂落魄的样子 还想上前关心两句 却被我用眼神逼退 看着谢衡拿起放在玄关上的车钥匙 赶走车上坐着的司机的时候 我和沈婉对视 两个人相视一笑 只要谢衡自己开了车 那就离谢家破产不远了 不出所料 谢衡独自开车去的目的地是 谢人所在的疯人院 一个小时之后 我接到电话 谢衡的车刹车失灵 在开发区的十字路口 撞上了满载的大火车 豪车的安全系数 让谢衡流了一条命 但是也却只流了一条命 救护车赶到的时候 谢衡被人从车上拉下来 浑身血肉模糊 鼻子都被弹出来的安全气囊 撞得凹了进去 谢家别墅的庸人们 都被我安排出去 我和沈婉对视一眼 我装出一副好妻子的样子 假装急切地询问着谢衡的情况 而沈婉却在一边联系沈家人 让沈家人抓紧时间准备 谢衡被撞晕这段时间 这段时间刚好 方便我们转移谢家的客户和资源 我赶到医院的时候 谢衡已经被送进了RCU 谢老太太正在门口 拉着小护士哭天枪地 让医生一定要救活谢衡 我三步并两步上前 挽起谢老太太的手宽慰道 妈您别着急 谢衡服大命大 一定会没事的 看到我这个靠谱的儿媳来了 她仿佛找到了主心骨 一把抓住我的手腕 向我求证道 为什么我儿子会自己开车去开发区 又是为什么这么贵的车会刹车失灵 我脸上马上露出难堪的神色 最后在谢老太太的催促下吞吐道 是谢源 说完 我看着谢老太太愤怒的神色 马上补充道 谢衡一回家就问我 谢源在哪里 我只能实话实说 等我说完之后 她就发了好大的脾气 拿着桌上的车钥匙就走了 门外那辆豪车巨司机说 是谢源为了偶遇路加少爷 想要人为制造车祸 才故意把刹车弄坏的 谁知道车没派上用场 停在车库里也没人想起来修 就被谢衡开走了 我不着痕迹地 把所有的锅都甩向谢源 努力把自己塑造成 无辜受害者的样子 谢家老太太对谢源深恶痛绝 当即脸上就露出嫌恶的表情 果然 下一秒 谢老太太就蹬不住了 当即对身后的助理道 给我被车 我要去封人院问候问候 这个不安生的东西 谢老太太马不停蹄地走了 临走时还叮嘱我 让我好好看着谢衡 要是谢衡有个三长两短了 马上给她打电话 我点点头 随后目送着谢老太太离开 她不知道的是 这家医院明面上是家私立贵族医院 实际上五年前就被沈家收购 医院高层大换血 现在全医院都是沈家的人了 谢家老太太去封人院 一去就是一整天 谢衡从ICU出来的时候 她还没回来 我迎上前去询问医生谢衡的病情 却得知谢衡已经被撞成了植物人 苏醒效果渺茫 我点点头 随后把消息传给了谢老太太 谢老太太当场晕了过去 谢衡的秘书焦急地在那边踱步 听到自家老板变成植物人的时候 欲哭无泪 可是老板还有生意没谈完 董事会那边也闹翻天了 我和匆匆赶来的沈婉对视一眼 随后沈婉上前 对助理说道 现在谢家上下乱成一团 只剩下谢夫人还清醒着 更何况谢家和沈家联姻的时候 谢夫人就拿到了谢家5%的股份 这也是董事会点头通过的 现在让谢夫人出马吧 助理迟疑一瞬 我对她微笑道 谢衡现在变成植物人 活着和死了没什么区别 谢老太太心梗正在抢救 没法处理事情 所以你现在还在犹豫什么 说完 助理抬头看到我皮笑落不笑的脸 打了哆嗦 马上点头哈腰 为我引路 谢家和沈家的联姻 让沈家不着痕迹的渗透进了谢家 谢家高层大部分和沈家都有纠缠 就连谢家的大部分股份 都被沈家与其他公司的名义收购 这让我进入谢氏 简直一如反掌 我去谢衡办公室的时候 谢氏的三位副总 正在门口等着汇报工作 看到我走进去的时候 互相交换了个眼神 随后向我问好 沈总好 我点点头 顺手接过他们 准备拿给谢衡看的文件 打开谢衡办公室的门进去 在谢老太太手术期间 谢氏集团的事务 全权被我接盘 那三位副总成了 我手下的爪牙 在我的事宜下 为沈家转移了不少资金和专利技术 等到谢家老太太反应过来的时候 谢家大半资源 已经被我抓在手中 等到谢老太太 能下床走动的时候 第一件事就是 把我叫到病房问话 我带着助理走进病房 谢老太太像是 从来没见过我似的 上下打量我一番 我微笑着看着谢老太太 顺手把果栏 放在病床旁的桌子上 谢老太太冷笑一声 不愧是沈家的女儿 沈玉叔你 真是出乎了我的意料啊 我脸上笑容不减 说出的话却不客气 那妈妈 想看到什么样子的我 穿着旗袍 装出一副贤妻良母的样子 一不解代的照料您吗 我歪了歪头 脸上是恶意的微笑 那我可不能如您的愿了呀 我和沈家 现在手里有15%的股份 这次股东大会结束之后 我就是谢家的董事长了 我能理解 谢恒现在成了职务人 你想要让您哥哥的儿子 拿到谢家的掌权机会 但是你不信谢 你没这个资格 说完 我微笑着和病床上的老人对视 看到他脸上被戳穿得愤痕 他冷笑一声 我不信谢 难道你信谢吗 我笑而不语 起身准备离开 走之前我回头看了他一眼 皮笑若不笑道 您最好出席这次董事会 我会为您背上一份大礼 说完 我摔门离开 独留谢老太太 一人在病房里咆哮 谢老太太不甘心 让我掌握谢家 在股东大会前 私下联络大股东 却吃了不少闭门梗 毕竟和一个日博西山 随时有可能 一命呜呼的老年人相比 我这样有野心和远见的年轻人 更符合股东那么选择 更别说我还是谢恒的妻子 也算是半个谢家人了 就这样 在谢老太太的凝视下 我成功拿到了谢氏集团的董事长 成为谢氏掌权人的第二个月 我召开董事会 在董事会上宣布谢氏总裁的人选 谢老太太原本已属她母家的败家子 却被我一票否决 我坐在老板椅上 似笑非笑的看着她 这次的总裁 可是您的老熟人呢 这可是我从沈氏欧洲区挖来的高管 藤校毕业 年纪轻轻就为沈氏开疆拓土 优秀的不得了 说完 我打了个响指 站在门口的年轻人 就微笑着推门而入 笑着和谢老太太打招呼 那张脸 居然和谢恒有七分相向 谢老太太瞳孔紧缩 惊慌之下 竟然打翻了放在桌上的纸杯 你怎么会在这里 那年轻人歪了歪头 俊朗的脸上是深不见底的笑意 梁义是不是认识我了吗 庸人见到主人家 难道不应该打招呼吗 那年轻人停顿一瞬 随后恍然大悟 难道是纠战雀巢习惯了 小三还真把自己当主人了 说完 我笑着和那年轻人打了招呼 随后当着一众高管的面 奚落谢老太太 当初你小三上位 逼得谢夫人远走他乡 但是你应该想不到 即便是你设计车祸 让谢夫人生死 他肚子里的足月的孩子 也还是被绑下来了吧 当年你害死谢夫人 已经伪造谢先生遗嘱的证据 已经被我移交给警方 他们正在赶来谢氏的路上 你现在还有十分钟的时间 来交代遗言 说完 我转身离开 坐电梯下楼的时候 我看到谢氏大楼下赶到的警车 我漫不经心的想 他们来的还挺及时 等一切尘埃落定之后 谢家真正的大公子 谢圈把我约到 谢氏大楼楼下的咖啡厅 谢圈推了推金边眼镜 笑得很适如雅 多谢你帮我回到谢家 我耸耸肩道 你母亲和我妈妈 是几十年的闺蜜了 应该的 更何况 我现在在谢氏根基尚未稳定 你来了也能帮我一把 谢圈点点头 随后又起了个话题 那小三树最病乏 被判了几十年 估计要死在监狱里了 那些原本属于我的遗产和股份 都会在不久之后 回到我手上 律书 我们之间还有机会吗 看着他欲言又止的样子 我点点头 喝了一口咖啡 我是不会和谢恒离婚的 我那个死鬼老公 只要一天不死 我这个董事长就稳如泰山 和你在一起 只会让我失去 我得到的天价股份 又只剩下一个谢太太的虚名 谢圈 你想的真美 谢圈脸上是无奈的表情 你明知道 我不是这么想的 我伸出手打断了他 但是事实情况下 我的结果就是这样 我希望你能明白一个道理 我绝不会 是你未来的妻子 我是你未来的老板 全能完